这次战略对华会议的举行 这个时间点非常的关键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现在这个大背景之下 也就是说美国尽力的拉拢欧盟 以及刚刚发生了这个AUKUS 也就是说英国、美国还有澳大利亚 他们共同在印太地区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准军事同盟 很大的一个程度上表明 美国构建了这样的一个同盟贸易圈之中 欧盟或者是法国、德国等等欧洲国家 其实仅仅是处于一个所谓次等伙伴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表明了欧盟必须要以自己的一个战略自主 让他自己通过欧洲一体化 然后通过加强欧洲国家自己的合作 通过加强欧盟的力量 才能够使欧洲成为一个独立的一级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就非常有必要明晰欧盟的对华政策 所以在这次中欧高级战略对华会议里面 防疫外党表明了中方的态度 对于欧方的一个期望 那么欧方也清楚地表明 中欧关系是一个深层次的 是战略性的 是多层级的 同时也是一个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伙伴关系 欧盟呢不会加入到任何形式的新冷战之中 那么这些呢都是表明欧洲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对华的态度 中欧之间呢也不是说没有不存在问题 那么在人权领域这种价值观领域呢 其实是中欧之间合作的一个政治上的困难 那么在这次战略对华里面呢 中方再次表明了我们的态度 人权呢不应该有任何的教室业 那么欧方呢也对此表示一定的理解 那么这也为下一步 中欧如何在人权问题上进行缓和 甚至寻找这个出路 创造了一个合适的一个空间 最后呢就是台湾问题 中方呢再次向欧盟方面表明台湾问题 对于中国的重要性 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万万不可违反的 向欧盟方面呢表明了中国的 这个坚定的一个立场 欧盟方面呢对此也表示一个理解 所以整体来说这次中欧战略对华会议呢 对于双方来说呢 是表明了立场扎紧的篱笆 然后呢在一个比较相对比较稳固的一个基础之上 我们可以探讨中欧在下一步 如何进行深度合作的可能